现在,夏天到露地又有最好的时刻 可以说是夏天上次最大的这个 大家认为五郎村的东边 顶水中就用心来在政保际的时刻 主战主战在露宾买买时刻意外 和附近北楼买和大家知道 他设定的保际时刻是很好 就有消费者曾经对台中和投赏来解决 大家都认为这顶水中的保际时刻是大量有个好处 先来调查我们再回来看看 塞车经过的台西乡的五郎村管道 可以看到很多民众全天跟车厅买买时刻 来买的民众都认认为这间的时刻 保际在车厅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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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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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種食粿的農民 要這種經過幾兩國 無知食粿廟 再加自己的食粿 增加大粒又甜 大家有的 孩子很愛吃無知的 很生存稚 所以無知的都有人買 很熟悉的 很熟悉的 你如果從台北路外 都看到我們賣 都過了 一次買一二十元 無知食粿 我們自己自產自銷 我真的有的 有的 有的 人們都看到 都會來幫我們買 我知道以前的食粿 大粒水 還有 肥肥 肥肥 都有照期間在賣 更丟臉更有膏 我才不敢來買 我之前要買七百粒 現在要再買八粒 都民町水營 賣食粿的地方 就在他的食粿 逛邊了 希望讓大家看到 又吃得到 三個幸福的食粿 附近的村民也都知道 定水營的無知食粿 大粒好吃 所以一次都買很多粒 這食粿最怕的 那是冷氣團 冷氣團 你如果有時候 風很頭的 那些蟲子都會吹泡 那些食粿 都會吹到最重要的 都要萬職了 那他的影響 他的大粒水營會這樣嗎 因為你萬職 還要訂菜 沒有你啦 你如果沒有跟萬職 他的大粒 會拍看 那麼沒辦法 夏天是食粿的 新三季 附近的多水營的食粿 是夏天最吸水營的水果 在雖然用心製造的無知食粿 讓無愛經濟的民眾 可以吃到不用經濟 大粒又甜的食粿 也為自己打出名聲 記者 林建宏 蔡翁報道 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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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別